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了一件 乾隆时期的 法郎彩 四季花卉 开光 小将军罐 大家不要看这件小将军罐 这件小将军罐 十分了得 他的弟子 是井上开花 为什么叫井上开花呢 因为 他在地子上 用银 连串的 S纹 所以这个东西 本身 银就很难 分辨它的颜色 所以色彩 非常难辨 难辨就会 引起了画的 错误 然后它的四季花卉 有点 像 雍正的东西 但是 我们一定要记住 乾隆的南瓜 是最圆的 是最圆的 乾隆往上 雍正 没有它的 南瓜圆 圆圆满满的意思 然后到了 家境 就乾隆以后 这个南瓜 是成长的了 所以每一个朝代 留下来的东西 都是不一样的 都有了 当时朝代 当时的皇帝 喜欢的东西 你不能违背了 皇帝的东西 这件 口呢 是刘金的 底足 大清 乾隆 黏制六字块 这个足啊 非常润 非常润 为什么 因为它的 磁 磁统 到了那个时候 已经非常精明了 看它的宝珠牛 还是带尖的 所以它的整个 法郎彩 又是按照 豆彩来画的 咱们知道 豆彩跟 法郎彩 区分在 法郎彩 很厚 很稠 而 豆彩很稀 所以笔很容易 但是法郎彩就比较难 所以这是一件 乾隆时期留下来的一件 非常珍贵的 小将军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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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